小伙伴们,最近篮球场上又来了一位天赋怪引爆了社交媒体 他可能是2023年状元的大热人选 你能想象如果没增重的姚明,能打三后卫会有多恐怖吗? 没错,这种人真的出现了 他叫维克多·文班亚玛,法国人 他的身体天赋可以说前无古人 在场上就像个快速移动的大蜘蛛 防守面积大到离谱 就像叠了buff的杜兰特 他是你玩2K时能想象得到的完美天赋都叠在一起的自剑球员 他在詹姆斯、杜兰特和字母哥、燕尼就是个怪物 能被怪物评价为怪物 你就知道文班亚玛在他们的眼里有多么恐怖了 我们先来看看文班亚玛的静态天赋 身高2米24,B站达到惊人的2米44 这有多恐怖呢? 我们可以来做个对比 在亚洲球员中,周琦的身体天赋已经属于非常难得的 B站相当出色了 但这文班亚玛简直就是bug啊 你看这长的离谱的胳膊 还有这长的离谱的大腿 那肯定有小伙伴会说了呀 哎呀,身体太单薄 根本不能适应NBA的打法 那如果他是中国球员 你觉得要不要让他进国家队? 真香 这细胳膊细腿 一个对抗直接骨折 啥?NBA有对抗? 非常好,very good 其实单看身高和B站 那文班亚玛还不算是最bug的 新疆队今年刚签了一位更恐怖的球员 塔克法尔 他身高2米28 B站达到2米49 静态天赋一流 但法尔还是在NBA无球可打才来到CBA 但是文班亚玛不仅仅只有身体颠覆 他还有出色的横移速度 以及柔和的手感 能玩后仰 大垮不上篮 还有三分 还能运球突破 离谱啊 这简直就是杜兰特加戈贝尔的合体 文班亚玛出道就是巅峰 2019年进入法国U16国家队 征战欧锦赛 入拳赛会最佳阵容 20-21赛季 他被评为法国联赛最佳年轻球员 在U19实青赛中 法国队小组赛大展西班牙 双方打入加时 最终于59比60 一分之差西败 文班亚玛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2分 10篮板 淘汰赛一路过关斩将 轻松战胜马里 立陶宛 塞尔维亚 打进决赛 惊爆所有人的眼球 他场均上场22.5分钟 看下14分 7.4篮板 5.7盖爆 决赛迎战强大的美国队 这也是文班亚玛和赫姆格伦的 首次国际赛场上的交锋 文班亚玛用了不到四节的时间 就拿下22分 8篮板 8盖帽的数据 可惜最后两分钟 泛满了一场 否则 美国不会赢得比赛 而在这场比赛中 霍姆格伦的10分7篮板的数据 则显得暗淡许多 文班亚玛可以说是碾压 他也入选了赛事最佳阵容 回到法国以后 文班亚玛继续打怪升级 21-22赛季 17岁的文班亚玛 场均上场18.4分钟 拿下9.4分 5.1篮板 1.8盖帽 帮助球队获得了法甲联赛的冠军 今年转会至大都会92队 最近这支球队来到美国 拉斯维加斯 与NBA发展联盟点燃队 进行了两场商业比赛 这两场比赛吸引了全美200多名球态 以及众多NBA球星清零现场观看 盛况空前啊 文班亚玛抢尽了风头 展现了历史级别的攻防天赋 两战狂红73分 15篮板 9盖帽 詹姆斯说他是外星人 库里说他像个2K里的自荐球员 杜兰特说当他进联盟 大家就麻烦大了 不少媒体预测 下个赛季的NBA将会掀起一场摆烂风波 至少有半个联盟的球队都会为他摆烂 当然这样的说法有点夸张 但为了争一位球员 联盟过去不是没有出现过摆烂盛况的 96到97赛季 联盟有5只球队拿到超过60场的败季 不为别的 就为了得到邓肯 不不老爷子为了得到邓肯 连都不要了 整整一个赛季 当家核心大卫罗宾逊只打了6场比赛 最终马刺笑嘻嘻地收获了20胜62负 比上一年多输39场比赛 喜提邓肯 这都过了20来年了 再摆烂一次不过分吧 类似的情况 还有84年的奥拉庄 03年的詹姆斯 07年的奥登 这里就不一一细聊了 遥想上一位被捧上天的球员还是胖虎 什么50年一遇的天才 比肩詹姆斯的新秀 结果呢 三年只打了85场比赛 总是伤病不断 至今还没打出统治级的表现 但是至少我相信 接下来的大都会92队的每场比赛 都会因为他而备受关注 场边会坐满球探和敬礼人 那么你看好文班亚马在NBA的前景吗 欢迎把您的看法写在评论区 虽然天才球员很多 但天才和怪物之间 仍然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们一起见证 新赛季的摆烂会有多疯狂吧